同学好 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题目告诉我们 设向量A的长度等于3 向量B的长度等于2 且向量A和向量B的夹角为120度 则我们要求向量A-向量B的绝对值等于多少 好 我们解这个题目呢 最后是要求向量A-向量B的绝对值 也就是求它的长度 那题目给我们向量A的长度跟向量B的长度 还有夹角 那我们题目这边 所求的 我们利用它的平方 这个的平方跟完全平方很类似 好 向量A-向量B的绝对值平方等于 向量A的长度 加绝对值就是长度了 长度的平方减掉两倍的向量A dot 向量B 加上 向量B长度的平方 注意这边是 Dot 是做内积 好 我们把这个部分 内积的部分改写 我们等于 前面不变 向量A的长度的平方 3的平方 减掉两倍的 乘以3 再乘以2 再乘上口上120度等于负的二分之一 最后再加上 2的平方 我们可以算出9 加6 中间这一串 算出来是加6 加4 等于19 好 19的部分是 向量A-向量B的绝对值平方 注意有平方 那我们题目是 没有平方的 所以这部分要开根号 所以向量A-向量B的绝对值 等于 根号19 应该是正负根号19 但是呢 负的不符合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边有加一个绝对值 加绝对值呢 它不可能是负的 所以这一题答案就是 根号19